在學校比較弱 還有老師也會跟我們家長談 我坐不定 最初我都沒有遺言 他最喜歡的是說話 還有跟別人溝通 不喜歡跟同輩 喜歡跟大人 要是跟小過他的BB 我上網搜尋覺得這個達成很明顯 自閉症其實有一個全名 自閉症是障礙 它是一個發展障礙 一般的小朋友 一路成長的過程中 都會在不同範疇 例如學習、情緒、社交等方面 都會有不同的困難挑戰 一般在自閉症的診斷裏面 最普遍的診斷時間 大概是三歲左右 一些症狀包括他們 眼神接觸不太好 可能是不會看人的 又或者他們很少用手指指一些東西 他們有機會對其他摺譜有興趣 例如去到公園的時候是自己一個玩的 另外他們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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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或者只是開山的小門 而不是整輛車去玩 對於小朋友來說 其實那個早期的介入都很重要 其實在那個早期介入 會透過一些訓練 一些行為的方式 去教小朋友 怎樣去用一些語言 或者是非語言的溝通 語言就容易明白 可能非語言溝通 其實就是講一些眼神接觸 可能用手勢 例如剛才說怎樣去指東西 或者是表情 怎樣去聽指令 以及一些情緒行為調節 等等這些 甚至是一些遊戲技巧 剛才說過他們 可能不懂得玩玩具 或者一些假想遊戲 以及一些社交技巧 這些都是對他們來說 最重點的一些訓練範疇 透過了救世軍那邊 安排了很多治療 很多不同的 他們那邊有賣言語 有賣一些活動 想問其中一個 是他們最貼心的服務 最貼心的就是 因為我們搬來搬去 其實我們搬去 搬了幾次 有姑娘 山長水遠 由那個灣仔 走去元朗 因為我們住元朗區 去到那麼遠 就真的是一對一了 直接拿上圖卡 拿上不像勞符 拿上一些俗學工具 例如有時候有些 教他們什麼叫做 裡面、外面、外面 外面 怎樣去溝通 透過一些小故事 或者是一些 次序、排列的教 我們一個叫做 到戶式的家居支援服務 我們會先是一個家房的形式 我們會先了解 除了我想是了解小朋友的需要 我們也會了解家長的需要 即是家庭的需要 然後我們幫他定定一個服務 或者是一個訓練的安排 其中是我們同事 他真的去幫小朋友 去做過訓練之後 其實我們也會想 家長可以學到這些技巧 我們是一個訓練者培訓的概念 裡面其實也有些輔導的元素 因為我們會上本看到 其實有一些家庭 其實去照顧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那個壓力也很大 也想關鍵家長 他們一些生理 或者心理的健康的需要 這個時間 其實我們經歷了五年 其實都不斷了 直到這一刻 他都未完全做得到 但已經做到九成 九成是做到一般小朋友 所做到的事情 所以 很開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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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